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是倫社輔導會東沖中學服務中心 字幕志愿者 智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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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 Facebook 和Instagram 我們生活上常用的社交平台 有很多選擇 今天會跟大家詳細講解的是 Facebook 和Instagram 我們可以進入App Store 或者Google Pay 裡面輸入FB 就可以下載Facebook 下載完再按安裝 之後再按開啟 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Facebook的帳戶 才可以使用Facebook 我們按一按建立新Facebook帳戶 之後會到加入Facebook的版面 它會跟你講分 會有幾個簡單的步驟幫你建立新的帳戶 之後再按繼續 輸入你的名字和姓氏 之後再按繼續 輸入你的出生年月日 之後再按繼續 輸入你的性別 之後再按繼續 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或者你的電郵地址 或者你的電郵地址 之後按繼續 再輸入你的密碼 這個密碼最少要六個字遠 而最好是其他人沒有辦法輕易地猜到的 然後按繼續 建立Facebook帳戶的資料 我們都差不多輸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註冊 來同意一些條款就可以了 它再會問一問你 到底你儲不儲存密碼呢? 如果儲存 我們下次登入的時候 就不需要每一次都輸入我們的密碼 最後它會顯示 你的電郵地址和你的密碼 當我們每一次 在新的裝置登入 都必須輸入這些資料 新增你的相片 我們可以在圖庫中選取 或者即時拍照 如果不需要的話 可以按略過 新增完之後 我們可以剪裁一下我們的相片 當我們完成了之後 我們按儲存 它就會成為了我們的圖像 之後它就會建議一些人 給你交為朋友 但這些人一般來說 你都是不懂的 所以我們都會按略過 掠過去就可以了 我們已經完成了新增帳戶的步驟 我們現在認識一下Facebook的版面 按一按這間小屋 就是我們的主要 旁邊這個兩個人的圖像 就是我們的朋友 你可以在裡面 找一些來認識的朋友 然後可以按家為朋友 在旁邊這個好像Youtube的圖像 其實就是影片 在裡面我們可以看回Facebook裡面的影片 然後這間小屋 就是Facebook裡面的商店 最後這個小鈴鐺 就是Facebook裡面的通知 我們的帳戶裡面有什麼發生 它都會有一個訊息通知我們 以下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如何建立Facebook的貼紙 如果只是文字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一按在想什麼 接著就會來到建立貼紙這個版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想打的東西都打下來 完成了之後 我們再按發佈 我們剛剛按完發佈 然後我們的訊息就會即時傳送上網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字訊息 我們也可以建立圖像的貼紙 首先我們按一按上片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我們要上載的圖像 來到建立貼紙這個版面 我們也可以輸入一些文字 或者編輯一下我們的圖像 之後我們就可以按發佈 然後我們就會完成建立一個圖像的貼紙 它就會即時傳送上網給其他人看 我們怎樣下載Instagram呢 我們可以到Google Play 或者App Store裡面輸入IG 然後就可以找到Instagram 下載完畢之後就可以按安裝 安裝完畢之後我們就可以按開啟 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Instagram的帳戶 如果你有Facebook的話 它就會慢慢問你 到底你用不用Facebook的身份來繼續 不使用Facebook的身份來繼續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電郵或者電話號碼來註冊 輸入你的電話號碼 然後按下一步 或者輸入你的電郵地址 再按下一步 輸入你的名稱和密碼 然後按繼續 你可以同步你的聯絡人 或者不同步你的聯絡人 新增出生日期 輸入你的出生年月日 然後再按下一步 之後它就會建議一個用戶名稱給你做註冊 如果你同意的話就按註冊 如果你想用其他名字的話就按更改用戶名稱 新增個人資料相片 如果你想新增相片就按新增相片 如果不需要的話可以按略過 我們可以從Facebook回入 或者直接拍照 或者也可以從相片套戶中選擇 選擇完相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剪裁相片 接著按一按增 那張相片就會已經新增成為個人資料相片 它就會問我們會不會用這張相片成為第一張貼紙 再按下一步 之後它就會問你需不需要在Instagram上追蹤你Facebook 如果需要的話就按連結Facebook 如果不需要就按略過 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們就會來到這張 Instagram想使用你的Facebook帳戶 然後按分身繼續 它就會顯示你Facebook的帳戶和Instagram的帳戶 如果你要啟動互聯體驗的話就按繼續 到最後我們還要同意一些條款 我們按一按試 完成設定 那我們就建立完Instagram的帳戶 它還會建議一些用戶給你去追蹤 如果你不是太認識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一按增序 不需要你去就可以了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Instagram的版面 Instagram每一個貼紙上面都會有三個圖案 第一個心心就是讚 第二個是回應 我們按一按回應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貼紙下面留言給這個貼紙 而第三個紙飛機的圖案就是傳送 我們可以將這個貼紙傳送給我們Instagram上的朋友 我們再介紹一下程式裡面主要版面 第一個屋子的形狀就是主葉 它就會顯示我們追蹤的人的最新資訊 第二個放大鏡是搜尋 它有一些相片建議給我們 我們也可以輸入一些關鍵字 去搜尋我們想找的東西 中間的十字我們稍後再介紹 我們首先介紹第四個公示包 這個公示包是商店 最後一個個人圖像就是我們的個人檔案 我們可以在裡面看看我們有多少個貼紙 有多少個粉絲和追蹤多少個人 中間的十字的圖案其實是新貼紙 我們按一下就可以建立我們Instagram上的貼紙 首先我們要選擇我們要上載的圖片 然後會去到編輯圖片的版面 這裡會有類鏡給我們選擇 之後可以按一按編輯 我們可以調整上片的角度、亮度、比例和結構等等 到最後這個版面我們可以輸入一些文字 標注人物、新增地點 再按一按按按鈕 我們這個貼紙就會發佈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短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你們又想支持我們頻道 又想收到我們頻道最新的資訊 可以按一按訂閱 好 拜拜